Hello,大家好,我是徐姨姐 这几天晚上都没有休息 领色很苍白很难看 今天出来整一下菜地 晚上睡不好 有点上火,喉咙都沙哑了 从今天开始我要振作起来 要找点事情做 去学点手艺或者什么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好多那种柿子 等会去看一下 他去学那个陶氏饼 因为之前我有学过 不太会不太熟练 学会了可以自己去 去买那个柿子回来 自己晒也可以 这样子就有事情做了 就是自己晒自己卖也可以的 或者是昨天有个朋友实现我 叫我去学月嫂 说像我这种年纪 适合做那种事情 就是帮人家带下孩子啊 煮下饭啊 那些我都会 就是要学一下月嫂 需要你 怎样做月子 再做什么菜给人家吃那种 去学一下也好 那个月嫂的工资也高 一个月七八千 一万都有 先不说先把这个菜园整理一下 看我种的萝卜好好了 这个萝卜等到过年 就可以拿来晒那个萝卜干 还有这身小白菜开花 就是可以晒 菜心肝了 先把这个草除一下 最不喜欢这个老婆叉 怎么说是老婆叉 一开花就是这样子的 你一碰到它 全部扎到你的衣服上 再把它除一下 这比这个小的菜有点缺肥 好小一点 好啊 是 这个 这个 这 伙电 这个 你 嘚 这个萝卜很大一个萝卜 这个萝卜蛮好的已经活过来了 要搞点肥了去那个水池那里搞点龙虾肥 这个萝卜蛮好多了 这个萝卜蛮好多的 这个萝卜蛮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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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豌豆筋也可以吃了 再一点回去 等一下顺便淋一下农家肥 这个生菜好漂亮 就等着小姐他们回来吃烧烤 好大一颗好饱满